大手印的四個層次 我們再接著講這個大手印的四個層次 那麼 這個講這個離婿儀家 離婿儀家可以講你出家就等於是離婿儀家 你出家人不再管這個俗事了 這個俗間的事了你就不理了 你完全管出世的事了 這個是出家 就是出世俗的家進入佛的家 這個才是出家 你出了家以後啊 你心還在世俗那邊的話 那個就不算是出家 那個你還有誓言 而不是出家 所以出了家你就是離婿了 離開一切的戲論 離開一切的世俗 完全在了生死上面用功夫 那麽大手印呢 進入這個第三個階段就是一味 一味儀家 什麽是一味啊 就是完全只有一個味道 一味按照字來講 這完全只有一個味道 沒有第二個味道 這個你可以這樣子想啊 不管你是物質上的 或者你心靈上的 或者你心靈上的 心物啊完全平等 心跟物完全平等 不管你是做什麽事情 都是一味的 一個味道 也許我這樣子講 大家講 聽了半天一個味道 一個味道有什麽好 其實呢 進入一味的時候啊 可以這樣子講 是平等 一切都是平等 在這裏面啊 一啊就是多 多就是一 那大家想一想啊 多怎麽是一呢 一怎麽是多呢 大家看這個世界 應該是很多的 哇 山河大地啊 這個森林啊 這草木啊 發果啊 應該是多的世界 很多的動物 很多的水族 很多的飛禽走獸 應該是多的世界 但是在佛菩薩的眼中 是一味 佛的眼中啊 你一粒米啊 闖大千世界 這一個米裡面 就是一個世界 這個米是不是一粒米 就是一粒 就是一味 雖然很多很多啊 其實闖一一 那麼這個一啊 也是多 多就是一 一就是多 一跟多啊 是平等一味的狀況 叫做一味一家 你到了這個境界以後啊 你會覺得 這世界上的一切事情 在你的眼中啊 都是平等一味的 都是平等一味的 這個時候啊 你的所有的這個 可以講愛恨情仇啊 這些啊 這些啊 就是平等一味的 愛也是一味的 恨也是一味的 通通都是一味的 這一種狀況 所以在你這一個狀況裡面 你是最平靜的 最定的 深入大定之中的 完全知會完全湧現的 這一種狀況 那這個也是滿難去體會了 很困難去體會這一種 一味一味的這一種狀況 這個時候你的這個 深佛啊 完全是指的一種狀況 可以講是無念的狀況 這樣就出來了 念啊 無念 其實你講起來啊 還是有很多的念啊 但是所有的念啊 都是一味的 這一種接受啊 是很不簡單的 最後啊 進入的這個大所因 第四個階段啊 就是這個無休瑜伽 大家以為 哇無休瑜伽啊 很好 因為我以前 我遇到一個 一個人啊 他跟我講 他說我什麼都不用修了 因為我已經全部修過了 我已經通通無休狀態 哇 我說哇 恭喜恭喜 你已經不用修了 其實 不是真正的無休啊 是無休就是修 啊 這個是無休一家 無休就是修就是怎麼樣 你做任何事情 都是在修行 哇 這個就是很偉大的 到了這一種境界 叫做一切的執著啊 全部打破 你根本沒有執著 這個時候你啊 可以從山上下來 住在城市裡面 到發發世界 你到了發發世界做什麼 因為你是無休狀態 一切都是在修行 你做任何事都是在修行 因為任何事啊 任何發發世界都不能夠影響你啊 這個就是無休狀態的修行 啊 這是最高的境界哦 做任何事情都是親近的 這個是無休而休 你做任何事情還有污染的話 那不是大手印最高的境界 大手印最高的境界是說 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親近的 做任何事情都是在修行 一切通通不執著 哇 這個不得了 這是真正的這個大手印得到佛果的境界 這個才叫做無休而休 這個才叫做無休而休 你講一句話 就是咒语 你隨便比一下 哎 就是手印 你念頭一動啊 就是發 就是發 這個是無休而休的狀態啊 這種境界啊 很難跟你講 做任何事都是親近的 一點污染都沒有 一點污染都沒有 當然啊 他還要修什麼 但是他做任何事情就是在修啊 這個就是無休而休嘛 啊這個哲學啊 假如講哲學應該是最高的哲學 人生最高的境界 最高的佛果 就是無休而休 這個很偉大啊 這個大手印啊 這個密教裡面呢 很圓滿的法 最高啦 第四層 最高第四層 這個時候啊 所謂這個無休而休的人啊 無休宜家的人啊 所以啊 你不要去以他的行為來判斷他的修行功夫 因為他的行為看起來啊 是好像瘋瘋癲癲癲的 事實上啊 他是最高的境界 一個念頭就是發 比一下手勢 就是手印 念一句 隨便講一句話 就是咒语 在他的心啊 完全是清靜無為的狀態之下 永遠一切的事情在他手上做出來 腳上行的 全部都是清靜的 這是無休而休的狀態 啊 大手印四個層次啊 那麼介紹到這裡 On Mani Be Me Home